有人认为小型股都是高风险股票,升跌无常纯属炒作,然而个别小型股,长期有盈利和派息支持。当这两方面均强竞争长时,也会带动股价起飞。 小型建造业股票应力2663于周初宣布业绩性预期后,即时急升至0.24元。其后略为整固,该股于竞升后财紧0.24元。到底是什么类型的股票,应力年度盈利增长90%至5300多万元。但股东权益也只是增至2.3亿元。 在股价急升后,总市值也不过是1.45亿元。确实是小型上市公司。然而麻雀虽少,集团基本因素却优良。集团去年每股盈利达8.96先。市盈率低至2.6倍。派息每股2.5先。现价息率超过10厘。 加上市价格资产正值仍有颇大折让。市账率约0.6倍。应力市淨现金公司。手佣1.26亿元。去年度更还清银行负债。 今次是否一次性盈利增长,往迹又如何?应力上市已有5年。 每年都有盈利及派息。过去年度盈利基本持平。每股盈利4先多。派息维持于1.6先。 这个年度生意做多了。盈利跟随竞升。派息亦见大幅增加。但派息比率其实略低于3成。 即公司要保持较多资金在手。新一年盈利又有否保障呢?排面上集团未必可以持续增长。 去年度收入由4.1亿元。增至7.3亿元。现时手上代完成合约为4亿多元。新签合约约5亿元。同时仍在镜头4亿多元的新合约。因此新一年收入和盈利可能回落。但亦可憧憬应力所接到的新工程合约陆续有来。 于疫情时期。建造业成本可望减轻。有利无利率上升。加上香港将持续大兴土木。对有经验和实力的建造业公司有大量商机。 应力主要提供结构工程工作。集中于设计及建筑项目。以及从事建材产品买卖等三方面。其中以结构工作工程为主。 过去一个年度占总营业额额预约9成。然而三方面业务均六得盈利。应力是成长中的小型建造业公司。是否已进入新台阶。 还要观察多一两年。但无论从收入、盈利、派息和资产正值来看。应力明显被低估。应力现价股息率超过10厘。是可供可守的股票。 不过。大股东持股约61.5%。市场流通股份较少。买入持股收取高息。而有中长线投资打算。 视频比赏rators。 bi证根据。 感谢明镇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